這次要開箱的是 前幾天到貨的 極地帳號6的特典版 那這個版本其實 也有延遲了好幾個月 其實極地帳號6預定是在 今年2021年的6月 應該就要發售 但是礙於全球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是拖到現在已經是 2021年的10月初 才到貨這樣 那其實我有特地問 就是我訂購的店的老闆 他們說其實在當初我訂完之後啊 他們就收單了 因為他們也怕疫情的關係 所以至少就我所知 我訂的那一家店 只有我訂這一套 特典版這樣 所以也算是運氣好啦 也是剛好趕上 因為這個 當初就是消息放出來所有特典版的時候 我就去店家訂了 所以算是運氣好 那我這次訂購是PS4版本 因為PS5就是缺貨嘛 那所以我也沒搶到PS5 所以我就只有PS4 所以就買PS4版本 那這個箱子其實還滿大的 就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大小是怎樣 這邊啊 這個運速箱其實就寫了它的規格 就是這個 竟然快要5公斤重 而且這個大小其實你看就知道其實還滿大的 那我上一個收到那麼大的東西就是 FF7的REMAKE 它的那個中級版 就是9000多塊版本 有到那麼大 但是因為不一樣 因為FF7REMAKE那一個裡面送的 克勞的啊 跟機車是PA改出的模型 那是一個就是還滿大的模型商 所以 其實它就是相當於一般的版本 加上模型的 價格版本加起來到9000多塊 其實是 差不多這個合理的價格 但是這個CP值我是覺得還滿高的 原因是因為 這個特典檔版它不到 不到5000吧 好像4000多吧 然後 它裡面這樣 送的東西就是有那麼多 然後有一個噴火器的模型 所以 我是覺得CP值還滿高的 就是如果有在 玩 發塊 就幾地帳號的話 玩這系列的人都可以收啦 那也是目前 我記得應該算是目前出過 幾地帳號系列最高的版本 有以往 以往它沒出到那麼的豪華啦 就是 幾地帳號除了第五代以外 我記得 因為二三四代我都買 然後 都有送特典 但是它好處就是特典都有送 模型 我想想看喔 好像只有二代沒送模型 二代是木盒版本 沒有模型這個東西 然後 被跟你的 好像是幾地帳號4吧 有 送摇頭娃娃 然後三代是什麼 我為什麼對三代沒什麼印象 好 其實就可以看到 這個影片其實送蠻多的特典的 基本上地圖啊 地圖這個東西在 幾地帳號2的時候也有送 地圖 幾地帳號2的劇情是 在非洲 上面 所以它就附一個很大的非洲的 就遊戲地圖啦 然後這就是送噴火器的模型 然後還有附噴火器模型的 組裝的說明書 然後 理所當然就 遊戲的原生帶也有附 然後 設定集 美術設定集 然後 貼紙啊 然後鐵盒啊 鑰匙圈 這些東西就大概是它附的東西 當然還有一些數位內容就是這個 Season Pass 所以其實還蠻不錯的 以這個價位來講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裡面實體的內容吧 拆開以後才發現 哇 它這個 很誇張 它運輸箱 裡面就直接在這個袋子這樣包著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這上面有它的介紹 就是這典長版介紹 喔 這是個貼紙 然後這一個就是 單純的 一張印抓的紙商啊 但是一樣東西 喔 好啦 這是英文 這是英文內容 太酷了 它這個 竟然是一張貼紙 這個跟印書箱 上面 貼的那一張是一樣的 很酷 真的還蠻酷的 這個 算是 我自己會想要收藏這種東西啊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是 遊戲片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有什麼 感覺是空間 但是要檢查一下 有時候 這些特點版會利用空間 塞它的東西 好 這應該是空的 丟旁邊 哇 再來是這個 大箱子 上面就直接印刷著 發塊6的 Colators Edition 就是 點餐版嘛 然後很酷的是這一個 它的 外盒 這個外盒包裝啊 都有 每一面都有印刷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超酷的這個 這個 這個印刷很酷 就是 噴火器 然後旁邊側面 這個就是 印刷嘛 其實很有趣的是 它真的把它做得像那種 就是 運輸箱的感覺 就是 這裡 告訴你說 這一面向上 這樣 然後背面 背面就是 零件 很酷 很酷 這箱子的印刷 真的蠻酷的 那另外一面 就是 LOGO 所以 這兩側的LOGO 可能就 我猜測啊 因為還沒玩遊戲 那可能是 就是遊戲裡面 正反兩派的 組織的 符號 哇這個好酷 太炫了 打開來一下 不太好看 哇塞 再 稍微調整一下 酷 這個東西 所以這應該就是地圖了 然後 壓入啊 我 我 我沒看這時候 其實我還沒看這次的劇情簡介 先看一下 這個地圖好 所以看起來這個島 很符合他的發塊的精神 就是發塊在大陸被放成孤島危機 孤島危機 還孤島驚魂 因為這好像在大陸是兩款不同遊戲 一個是 是虧死一死 一個是 一個是 發塊 有點忘記了 不管 那因為他 他大陸翻這個原因 是因為他第一代的劇情 是在島上面 然後呢 第二代劇情是在非洲大陸 然後第三代劇情是在 島 也是在一個島上面 然後 第四代劇情是在哪一個嗎 那一個 尼泊爾那邊 就是一個交界的一個地帶 那第五代 第五代 第五代是在美國的一個地方 第六代 這個地方 嗯 是個島 看起來是個島 然後 不知道是哪個島 不過 這裡有花 咦 這看起來好像是蘭花 吧 這個是好像蘭花 所以這有可能是個虛構的地點 不過我還沒看劇情 所以一切都還是猜測 喔 這個地圖其實我不太喜歡收到 地圖的原因 有一個點 是在於說 這種地圖啊 通常都是被摺在你的包裝裡面 那 摺在包裝裡面就有所謂摺痕 就是這些 摺痕嘛 那有些摺痕其實過久 邊邊角角久 就會 因為一些磨損 所以就會有點掉 掉漆 就是它印刷會掉 所以這種 這種東西啊 你通常收到以後 不要讓它維持摺起來 如果你真的要保存的話 就是直接把它攤開來去 攤平這樣 不要讓這個摺痕距距 存在這樣 因為久了這些 邊邊角角的印刷 都會因為摺痕的關係 會掉 好 所以我把它攤開來 先放到別的地方去 好 再來說是 它的這個鑰匙圈 鑰匙圈 這好像是跟主角有關的 一隻狗 的鑰匙圈 我可能鏡頭要調整一下 不然這 太遠了 有點太暗了 好現在調整完了 可以看到這一隻就是 裡面 裡面的 我記得沒錯應該是狗 廢話這狗 我一直說是拿一個主角的 然後接下來這個附的都是貼紙 有 我記得沒錯它就 上面是寫十張貼紙 來看一下 就這十張貼紙 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看一下 裡面附的這個是什麼 嗯 這個是鐵盒 就是遊戲的 特點附的 放遊戲片的鐵盒 然後這個 我看一下應該是原生袋 這原生袋的 包裝就是如此的簡潔有力 對 延伸袋 然後在右邊這個 我看一下 喔這個應該就是 美術設定集了 拿起來看一下 喔還有個東西 好先看一下這個 反正這個就是 那個火焰噴射器的 組裝說明 還蠻有趣的 然後這裡還有一張 反正也是說明啦 然後再來看一下美術設定集吧 其實我最喜歡的特點 其實我最喜歡的特點 在說的那一個 遊戲特點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美術設定集 然後再來就是模型 我覺得這兩個CP值很高 第三個就是那一個啦 遊戲原生 遊戲原生 就是 因為 其實這種3A吉他所有的遊戲 它的音樂的配樂都是有符合情性的 而且 都是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這幾樣都是我最喜歡的特點 然後這邊大概放一下 美術設定集 真的是蠻不錯的 真的是蠻不錯的 快速的放一下 不過它這個 美術設定集都已經是 彩色稿了 沒有現稿的設定集 不過不錯啊 我看一下 有64頁的設定集 不錯 全彩印刷 值得 好在下面應該就是那一個火焰噴射器 接下來就是要想辦法把這個火焰噴射器拿起來吧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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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酷了吧 我摸一下 它這一個 是泡殼盒啦 只是表面上又 又黏了一層那種龍布 就是那種毛茸茸的龍布 但實際上它這個是 泡殼的那種 塑膠的疊層 所以這應該不只一層啦 天啊這個 這個好酷喔 可以作動 這機構是作動的耶 然後 握把部分是有 是橡膠材質 那這一般的部分就是塑膠的材質 然後這個軟管啊 它也是橡膠的材質 哇這真的很酷 太酷了 所以我先 先放下來一下 翻回去 這個 好啦其實 其他部分就是 大部分都還是塑膠的材質 哇這個應該是槍管的部分 然後這個這個就橡膠的材質 身價部分就是 塑膠的材質 喔但是 它的這個 一些螺絲的 噴塗處理啊 其實還蠻貼近 就是它的金屬色上的還蠻真 蠻逼真的啦 一度讓我以為它是真的用金屬的螺絲 可惜不是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 噢這個握把也是 橡膠材質的 然後還有什麼可以作動 噢這個可以作動 這個可以作動 這個應該是插在前面這裡的 好 好接下來把第二層拿起來 好調整了一下位置 因為第二層蠻深的嘛 然後可以看到第二層東西 就是剩下的零件 然後這個是底座 就是放置它的壓克底座 然後這底座還有印刷一個發快6的 LOGO 底座 好這個就是 它那個噴火器 噴火器的 汽油瓶嘛 燃料瓶 它還特 它還真的是做中空的 好酷喔 好酷喔 然後這個零件是什麼 目前看不出來這零件是什麼 喔 喔這零件看不出來了啦 這個就是 那個燃料瓶的固定的座 不過它這個 設計 好不管 裝了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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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是這個是主體 好 好 這一個 這個 這個包的還蠻精緻的 包起來 然後這個有個那一個 這應該是容量的檢視的表 對啦 左邊寫著F 右邊寫著E嘛 所以它就表示這 Fore跟Empty嘛 然後這有些材質是 橡膠 橡膠就是那種軟的材質 喔這 其實這 設計 做的很精緻啦 然後你看這個表面啊 其實都有做一些 舊化的效果 這 塗裝是做的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這東西的塗裝啊 基本上 可以跟那一個 Fore out的那一個特點 BB角色可以比 真的是很不錯 好 接下來最重要就是 把這個火焰噴射器 組起來 它們的配合 它們的配合 然後是在一起 旁邊的配合 可以了嗎 它們的配合 很難度 然後是很難度 它們可以把這個圓 有很多火焰噴射器 在這個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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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